大家好,这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 昨天晚上,OpenAI的首届开发者大会召开了 Sam Altman也做了公开的演讲 应该说,这是继今年春天发布GPT4之后 OpenAI在AI行业又创造了一个不免业 过去一年,ChadGPT绝对是整个科技领域最热的词汇了 OpenAI也依靠ChadGPT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ChadGPT目前每周有超过1亿活跃运户 超过200万的开发者 使用API等进行开发 与超过92%的财富500强公司合作 在这次备受期待的首届开发者大会上 Automan也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AI模型和工具 包括全新的GPT4 Turbo模型 函数调用增强和JSON模式 开放Dolly3,GPT4 Turbo with Vision,TTS和Whisper V3等模型的API 增加GPT4微调自定义模型 可以允许创建自定义版本的ChadGPT的GPTs 即将上线的GPT Store 以及更接近AI智能体体验的Assistance API 从这些更新的展示中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OpenAI正在努力把ChadGPT构建成一个自动化程度更高的AI智能体 这个智能体不再是纸上谈兵 而是越来越多的通过操纵现有应用对物理世界产生影响 比如在活动现场 一位OpenAI的工作人员通过语音与ChadGPT对话 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发放了500美元OpenAI代金券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这次OpenAI开发者大会的精彩内容 会上首先亮相的是GPT4的全新版本GPT4 Turbo 我们知道OpenAI在今年3月发布了GPT4的初始版本 并且在7月广泛提供给了所有的开发者 SAMUALTMAN在现场一一解析了GPT4 Turbo的几大亮点 首先GPT4 Turbo比GPT4更强大 直指128K的上下文窗口 可以在单个Prompt中处理超过300页的文本 更长的上下文意味着模型输出的结果更加准确 其次GPT4 Turbo能够了解更近更丰富的世界知识 外部文档和数据库的截止日期更新到了2023年的4月 与之相比 GPT4的知识库截止日期为2021年的9月 接下来是函数调用更新 函数调用允许将应用程序的函数 或者是外部的API描绘给模型 并且让模型智能的选择 包含调用这些函数的参数的JSON对象 GPT4 Turbo在这方面还做了几项改进 比如说在一条消息中能够调用多个函数 用户可以在发送一条消息的时候 请求多个操作 比如说打开车窗并且关闭空调 此外函数调用的准确性也得到了提升 GPT4 Turbo更有可能返回正确的函数参数 与此同时指令遵循的性能得到了提升 并且支持了JSON模式 其中在需要严格指令遵循的任务上 GPT4 Turbo的表现比以往的模型更好 比如生成特定的响应格式 GPT4 Turbo还支持了新的JSON模式 确保模型使用有效的JSON进行响应 新的API参数Response Format 可以限制模型输出生成语法正确的JSON对象 这个模式对开发者在聊天完成API中生成JSON非常有用 多模态的能力也是大会的重点内容 为此OpenEye开放了全新的API 这次GPT4 Turbo集成了Dolly3 不仅能够接受并且处理图像的输入 还能够生成标题 分析现实世界的图像 阅读带有图表的文档等等 对于GPT4 Turbo with Vision 开发者可以通过API中的GPT4 Vision Preview来访问 OpenEye计划为主要的JPT4 Turbo模型提供视觉上的支持 价格取决于输入图像的大小 比如说像素1080x1080的图像 需要的成本大约为0.00765美元 同样开发者可以通过图像的API 将Dolly3直接集成到他们的应用程序和产品中 与之前版本的Dolly4类似 这个API也内置了审核的功能 可以帮助开发者保护自己的应用程序免遭乱用 OpenEye提供了不同的格式和质量的选项 生成一张图像的起价为0.04美元 在文本转换语音的领域 开发者现在可以通过文本到语音 Text to Speech API 将文本转化为人类质量的语音 全新的TTS模型提供了六种预设的声音 和两种模型变体 即TTS-E和TTS-EHD 其中TTS针对于实时的用力进行了优化 TTS-EHD针对于质量进行了优化 每输入1000字符的起价为0.015美元 虽然有了新的GPT4 Turbo OpenEye也没有忘了GPT4 现在GPT4的微调正在实验访问的阶段 OpenEye正在创建一个 用于GPT4微调的实验性的访问程序 不过与GPT3.5微调获得的实质收益相比 GPT4的微调需要更多的工作 才能够对基础的模型实现有意义的改进 未来随着GPT4微调 在质量和安全性方面得到提升 GPT3.5微调的活跃使用者 可以选择在他们的微调控制中心中 应用GPT4程序 在微调之外 对于那些需要更多定制化功能的组织机构 OpenEye启动了自定义模型计划 允许组织机构与OpenEye的研究人员 一起来针对于特定领域 来训练定制化的GPT4 其中包括修改模型训练过程的每一步 从额外的领域特定预训练 到运行针对特定领域的定制化的L训练后过程 组织机构对其定制化模型拥有独家的访问权 OpenEye不会提供给其他客户 或者与其他客户共享 也不会用来训练其他的模型 此外提供给OpenEye来训练定制化模型的专有数据 也不会在其他的上下文中重复的使用 不过OpenEye表示 目前自定义模型的功能有限 而且成本高昂 最后是价格 虽然GPT4 Turbo的性能更强了 但是价格却被打下来了 对比GPT4 GPT4 Turbo的输入Token价格是其三分之一 为1000Token0.01美元 输出Token的价格是其二分之一 为1000Token0.03美元 同样的 GPT3.5 Turbo 16K 以及GPT3.5 Turbo 4K 16K微调的价格 也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那么大家目前如何使用GPT4 Turbo呢 所有的付费开发者都可以通过 API中的GPT4-1106-Preview来试用GPT4 Turbo 未来几周 OpenEye将发布稳定的生产就绪模型 虽然新模型的发布令人激动 但是接下来的这一个发布 可能会令你联想到十几年前 苹果的发布会 这也是众多网友认为的最大亮点 那就是Sam Ottoman发布了GPTs 让用户们无需代码 结合自己的指令 外部知识和能力 来创建自定义版本的ChatGPT 自从推出ChatGPT以来 用户们就一直期待的 能够定制ChatGPT OpenEye在7月推出了自定义的指令 可以让用户设置一些首选项 但是这无法完全地满足用户 许多高级用户会维护一份提示 和指令级的列表 并且他们手动复制到ChatGPT中 GPTs的发布能够自动地帮助用户们 来完成这项工作 从现场的展示来看 为了创建一个GPT OpenEye允许用户使用一个 名为GPT Builder的对话式AI模型 让用户使用自然语言 就能够构建自定义的GPT Sam Ottoman现场展示了 如何通过自然语言 来构建一个自定义的GPT 在这个例子中 Ottoman要求ChatGPT 创建一个可以给创业者 提供建议的GPT 在收到指令之后 ChatGPT不仅构建了这个GPT 还提供了头像和命名建议 除了使用内置的功能之外 用户还可以通过向GPT 提供一个或者多个的API 来定义定制化的Action 与插件一样 定制Action允许GPTs 集成外部数据 或者与现实的世界交互 这个功能的目的非常简单 那就是OpenAI 要充分的挖掘 社区开发者的力量 Ottoman在会上说道 我们相信最惊人的GPT产品 将来自于社区 无论你是教育家 教练 还是只是喜欢 构建有用工具的人 你都不需要了解编码 来制作工具 并分享你的专业知识 同时OpenAI 也会在本月底上线GPT Store 让开发者们分享 发布自己创建的GPTs 没错 你是不是想到了苹果商店呢 OpenAI明确表示 GPT Store上会有GPT的排行榜 活动上 Ottoman表示 OpenAI将向最常用 最有用的GPT 支付收入的一部分 但是是否会向发布GPT的 创建者们收费 现在还未知 目前呢 GPTs可供ChatGPT Plus 和企业的用户 使用 在大会上 OpenAI的工作人员 现场演示了 GPT的使用 它构建了一个 能够与个人形成表 连通的GPT 然后以对话的形式 命令GPT 给Ottoman发信息 结果Ottoman还真的收到了 在Kidnew的环节 Sam.Ottoman还发布了 Assistance API 这是他们帮助 开发人员 在自己的应用中 构建类似于 AI智能体 Agent体验的第一步 通俗点来说 Assistance可以理解为一个 为某个专门用途 构建的AI 它有特定的指令 利用额外的知识 并且能够调用模型 和工具来执行任务 新的Assistance API 提供了代码解释器 检索 以及函数调用 等新的功能 可以处理大量 以前你需要 自己完成的重复工作 让你能够构建 高质量的AI应用 这个API设计灵活 用力包括基于 自然语言的数据分析应用 编码助手 AI驱动的度假计划器 声控DG 智能可视画布等等 Assistance API 基于支持新GPT 产品的相同功能而构建 包括自定义的指令和工具 比如说代码解释器 检索和函数调用 这个API引入的一个关键变化 是持久和无限长的线程 它允许开发人员 将线程状态管理 移交给OpenAI 并绕过上下文的窗口限制 使用Assistance API 你只需要将每条新的消息 添加到现有线程中即可 Assistance还可以根据需要 调用新的工具 包括代码解释器 它可以在沙盒执行环境中 编写和运行Python代码 并生成图形和图表 处理包括各种数据和格式的文件 它还允许你的Assistance 反复运行代码 从而解决 具有一些挑战性的代码 和数学问题等等 其次是检索 它可以利用模型之外的知识 比如说专有领域的数据 产品信息或者是用户提供的文档 来增强Assistance 这意味着 你不需要计算和存储文档的嵌入 也不需要实现分块和搜索算法 Assistance API 会根据OpenAI在ChatGPT中 构建知识检索的经验 优化要使用的检索技术 OpenAI的工作人员 现场演示了Assistance API的用法 它不仅能够列出巴黎旅游的建议 还能够在地图上 将计划中提到的地点 按照类别标记出来 此外 Assistance API还可以自动的阅读文档 调用代码解释器来计算旅行的开销 最后就是函数调用 它可以让助理能够调用你定义的函数 并且将函数响应 纳入到它的信息中 OpenAI表示 与平台的其他部分一样 传给OpenAI API的数据和文件 绝对不会用来训练它们的模型 开发人员可以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 删除数据 开发者可以前往Assistance Playground 来试用Assistance API的测试版本 无需编写任何代码 地址我会放到评论区中 那么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开发者都可以使用 Assistance API的测试版了 相应的定价可以参考OpenAI的官网信息 此外 这次大会还包括了其他一些更新 首先是Copyright Shield OpenAI表示 它们致力于通过系统中的 内置版权保护措施来保护用户 所以推出了新的版权保护措施 Copyright Shield 如果你面临有关版权侵权的法律索赔 它们将介入并且保护客户 并且支付由此产生的费用 这适应于Chadgbt企业版和我们的开发者平台的 一般可用功能 其次是Visper V3和Consistent Decoder Visper是OpenAI开源的一款语音转文本的模型 在这次开发者大会上 奥特曼关心了新的版本 Visper Large V3 它的特点是提高了各种语言的识别性能 它们还计划在不久的将来 在API中支持Visper V3 此外 它们还在开源Consistency Decoder 它是Stable Diffusion VAE解码器的直接替代品 这个解码器可以改进 所有于Stable Diffusion 1.0加VAE兼容的图像 并且在文本 人脸和直线方面有显著的改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开发者大会中 OpenAI发布的精华内容 大家对于这次的发布会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